最后一步我需要做的就是把Google给它移到后边去 我们以后别再联系了 我怕拆GPTO误会 10月22日1点20分 又是凌晨发布 我本来以为谷歌的真面带3要先发布的 没想到我们还推出了一个AI浏览器 阿特拉斯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它是希腊故事中的角色 阿特拉斯的天神属于泰坦神族 听起来就非常阳刚 因为人越缺什么 就愿意彰显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访问TagGPT的阿特拉斯专属页面 然后进行下载使用 目前的话只有这个Mac版推出了 下载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打开它 使用TagGPT账号进行登录 首先它让我们选择一个工作空间 这个跟Safari浏览器是比较相似的 我们继续 开始导入数据 这里问我们是否允许要入串访问 因为如果你有一些密码的话 想要在这上面直接去使用 不用每次都输入 建议你还是允许一下 是否启用浏览器记录 你不要拿我数据乱搞就行 开启 在任意网站上访问TagGPT 侧边栏 继续 小光标秒便协作助手 好像豆包 打开之后是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页面 你可以注意到左边还可以切换模型 完全就像是一个TagGPT的官网 然后在下方是可以直接聊天 或者是输入我们的网页 OK看一下 这样就来到了我的博客里边 在右上角有一个询问TagGPT 就会打开一个测评栏 这个操作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它跟一些主流的AI浏览器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新的功能 先试一下它的归纳总结 总结最新的铁文涵盖的主要主题 OK 它完全是总结的这个页面 我们也可以点击进绝 然后让它去总结某一篇文章 应该也是可以的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功能 附带屏幕截图 点一下 这样就截图了 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 深度研究 代理模式 这个就完全是网页版 我让它尝试对这篇博文进行一下评论 然后开始 以登录状态开始 OK 简单看一下 这个特效还是不错的 它一共处理了27秒 它说已经找到了评论的区域 需要昵称游箱才能评论 告诉它可以随便填写 可以随便填写 它在下方填入了游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被挡着了 我已经填写了评论 并输入了礼貌的评论内容 由于提交评论 会在网站上发布你的评论 请问是否要确认呢 我靠 它问的好序道 确认 现在就已经成功的发布了出来 它由这一点让我想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比如说我刷帖子的时候 能不能帮我发布呢 我现在给它一个任务 就让它帮我搜索 ChairGPT 阿特拉斯相关的内容 然后发布一条推文 并加入官网的截图 OK 我们来试一下它可不可以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主要操作呢 是用到它的代理 但是我们在官网用到代理的时候呢 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展现 因为它是比较卡的 作为一个虚拟机 而现在呢 是直接控制我们的浏览器 那这个体验的感觉呢 就不太一样 那我对这个结果呢 还是表示乐观的 它中间跳出来一个搜索框 在搜索 我以为会直接利用 我们的浏览器去搜索 看一看吧 那现在呢 它就已经发布完毕了 但中间有些错误 这个错误呢 主要是因为 我把这个网页给放大了 它点击有些问题 不过呢 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再来试一试 其他的场景 比如说这个深度研究 手机套餐对比 我的发 看它是个怎么研究法 我们再决定 要不要去尝试 看一看 这个页面 跟XGPT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它非常快速的 就完成了这个搜索 因为它是个预设问题 所以它会比较快速 我们看一下这个搜索结果 那你会看到 它搜索了这么多的内容 我们在这个输入框里 去输入文字呢 你会看到 它有一些联合搜索 回复也是非常快速 短小进化 那看一看 搜索的网页 也是很多 然后图片呢 有吗 我们看一下其他功能 有一个添加标签页 就是我们刚才访问过的网页 下面呢 还有这个浏览器记忆 浏览器记忆是什么 是我们搜索的记录 那这个就非常恶心了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 看到你搜索记录 建议你还是关闭掉 非常威胁 还有一个标签页搜索 那这个应该就是 我们这个标签 非常多的情况下 你找不着 比如说我们在其他地方 打开了很多网页 我打开一个Gmail 直接给他添加进来 我问他最近有什么消息 我没有看到 他这里说呢 根据你的邮件信息 以下可能是一些 你还没有看到的消息 Apple订阅 你的Cloud Pro订阅 已确认 OK 还是非常快速的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 他的全局改写功能 因为前面我们尝试的 是让他自动 帮我们写东西 那现在假如说 是我手动去写的话 有一些内容 我想让他去进行改写 比如说这段 然后在左上角呢 就会有一个按钮 然后你点击他一下 更改表述 润润色文字 让他变得 嚣张 让他变得嚣张 OK 正在写作 我们看一下 What the fuck 我不已经给他复制了吗 你在看什么 好我们换一段 复制下边这段 然后点击一下 OK 当然可以 下面是润色后的版本 这个有点蠢 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会把自己的回复 也给我们整在上面 当然可以 以下是润色后的版本 而且并没有替换掉 我们原本的内容 好 我现在换一个其他的平台 然后复制我们的文字 去尝试一下润色 让文字变得惊悚 OK 我们看一看 这里是对你的文字进行的 精索化润色 OK 我们更新 他把自己回复的前缀 也给我们加进来了 我希望他们赶紧整改 这个我非常不满意 很喘 OK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整体的布局 那他作为一个浏览器 到底合不合格呢 左边是个什么 哦 左边竟然是一个 打开留下记录的 What the fuck 我难崩啊 那在右上角呢 点击我们的头像 就会出来一个设置 哦 可以隐藏书签 哦 这个我比较满意 这样录制起来的话 就会非常好看 很优雅 然后就是他的扩展程序 因为用的是Crom内核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使用谷歌的扩展程序 在这一块 然后去进行搜索安装就可以了 而且下方呢 可以更改这个重点色 哦 果然 像这个指针 以及我们浏览器的整体颜色 也都进行了更改 还是非常漂亮的 最后看一下 他设置里边 有什么东西 你这个设计不太行吗 你看这 上面常规这里 很奇怪 这个是天数 5702 XGBT页面可见一些 在这里呢 可以进入一些网站 就是有哪些网站 你希望他搜索的时候 不要去搜索他 就会把它跳过 那下边就是一些基础功能 包括有个个性化 然后这个是XGBT 客户端上会有的东西 管理我们的记忆 数据 代理模式 其他就没有新的了 我个人感觉比较有趣的 还是它是一个测编栏理的 那个代理模式 非常的好玩 可以帮我们写东西 发东西 对于我们编写邮件 或者是在网页上写文章 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权限这方面的 还需要我们反复的确认 比较麻烦而已 其他的还好 那最后一步 我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Google 给他移到后边去 我们以后别再联系了 我怕XXGBT误会 那么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我们整体试下来呢 它是非常不错的 整体的功能 UI都非常戳中我 只不过细节方面呢 还需要再打磨一下 总之呢 我非常满意 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如果给你有所帮助 或者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各位一键三连 那我是段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